中共发行一万亿专项国债 说是灾后重建实际是给地方政府还债 北京对富士康双管旗下税收和土地双双打击 欧洲银行决定暂停加息欧洲经济经历衰退的边缘 闭嘴元债务爆雷 美元债务含不出利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我是童方 这个星期结束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发行一万亿特别国债 什么名义呢 是支持灾后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的救灾能力 在人大的决议里面 就是这么宣称的 这样一来中国财政赤字将有38,800亿人民币 增加到48,800亿元 预计的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蒸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安排给地方 今年用一半 明年用一半 中国经济在下行 地方政府债台高出财政收入锐减 你相信这一万亿的国债给的地方政府 他们会致力于灾后重建 致力于提升防灾减灾的救灾能力吗 十有八九是拿来还债 地方政府财政捉紧见着地方官员 要么盈利性的执法也就是乱罚款 要么躺平摆烂当老赖 中央不给予财政支持 没准能发生地方割据 发行了这一万亿债券就看谁来认购 如果是金融机构认购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业还有油水 如果是中央银行认购 那就是印钞票 稀释所有中国人的货币购买力 全民买单 这个消息公布以后 各路的媒体自媒体大V们 换户雀跃 中国财政没钱了 靠借债过日子 这本身就不是好事 在一个理性冷静的国度 有充分自由信息的投资者 应该会抛售套现 特别是中国经济不景气 发行债券就是为了刺激低迷的经济 但是呢 一万亿债券的消息公布之后 中国A股市场竟然上涨 这也是中国特色了 但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 金融股在下跌 跌幅还不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看来购买银行股票的投资者 还是有一点头脑的 中共这么举债 不管是逼迫金融机构认购也好 也不管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也好 反正金融业的前景是不好了 银行股东们这才会抛售造成金融业股价的下跌 除了这一万亿债券 还有一条消息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就是这次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授权国务院在授权期限内 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这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在限额的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 授权期限从决定公布之日开始到2027年12月31日结束 国务院要督促地方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论证 优化项目申报审批流程 保证审批质量 提升审批效率 确保资金及时使用 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 什么意思呢 就是饮吃卯粮 今年可以用明年的钱 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截止 换句话说 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 地方政府可以提前预知 下一年的钱不需要报人大申请 国务院自己就定了 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1万亿特殊的债券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可以饮吃卯粮 今天的国务院已经成了习近平的私底 总理李强就是一个跟班管家 习近平是个缺乏逻辑思维 又喜欢好大喜功的人 喜欢大撒币 这钱袋子进一步放开 还能把未来的钱拿到今天来用 大家可以想象未来几年内 中国的债务会膨胀到什么程度 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国台名参选台湾总统老乱了蓝白河 中共大为恼火 现在开始拿富士康开刀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学历的报道 上个星期间 《环球时报》独家报道了 有关部门依法对富士康旗下企业 进行税务稽查和用地情况调查的消息 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 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 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 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台湾中心时报网联合新闻网的各大媒体 迅速全文转发了这一报道 星期一 两名消息人士证实了《环球时报》的报道 星期二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抨击中国大陆对富士康的调查 他说 毕竟应该在台湾选举期间珍惜台湾公司 不应该对台湾公司施加压力 拜清德在台北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如果台湾公司对中国失去信心感到害怕 他们就会把工厂搬到其他国家 对中国没有好处 在另一场活动中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 也呼吁中共做出解释 中国自称是世界大国 对这种事情他自己要出来解释 他到底是针对富士康 还是他全面在清查一些公司 这个他自己要解释 中国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有关部门对任何涉嫌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进行税务检查 用地情况调查 属于正常的依法行政 合情合理 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 他说 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台资企业 在大陆分享发展红意 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张文生的这段话 其实就是表明了查富士康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 郭台铭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没有为两岸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此可以推断 中共调查富士康 不是经济问题 就是政治清算 而且这种清算 早有预谋 还埋下了法律的伏笔 首先 中共派国家税务总局 到广东江苏去查税 因为富士康最早是落户深圳 后来又到江苏 当地政府都给富士康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这在中国是路人皆知 中央政府也是默认的 但是在中国的法律上早就挖了个陷阱 税收增收管理法的第三条明确规定 税收的开增停增 减税免税退税补税 要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 擅自做出税收方面的变化 也就是说 深圳江苏之前给富士康的税收优惠政策 全部都是非法的 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 国务院专门针对富士康发了一个通知 从2008年1月1日起 原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 在新税法实施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特别是点了富士康的名 那么5年内富士康的优惠政策取消没有呢 没有 到今天都没有取消 所以现在查起来是一查一个准 2000年中共就有了明确的规定 国有土地出让前所签署的排他性协议 一律无效 这次为什么派国土资源管理部 到湖北河南去调查富士康的土地呢 因为对富士康来讲 虽然土地也是公开招标 但是招牌挂都是有限制条件 等于是对号入座 只有给富士康能低价拿到土地 这是典型的 是无效的 这可是针对富士康的杀手键 如果将来有一天 中共要收拾特斯拉马斯克的时候 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 戴尔 惠普 三星等外资企业 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都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中共调查富士康远远不只是打击郭台铭 它涉及到干预台湾大选 也让外资出逃的更快 我是写力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四欧洲央行决定暂停加息 把存款利率维持在创纪录的4% 欧洲央行称最新数据显示通胀率 正在慢慢回落到2%的目标 如果将当前的借款成本保持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这个水平可以足以遏止通胀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欧洲央行一直在升息 如今欧洲经济接近萎缩的边缘 央行停止升息也是意料中的事 欧洲央行相信欧洲经济经验 会持续疲软 雪佛龙公司宣布用全股票交易的方式 收购竞争对手赫斯公司规模530亿美元 这是要跟美孚石油公司进一步竞争 赫斯公司拥有不少美国页岩油田 也拥有硅安娜的油田 雪佛龙的大手笔收购也预示着 传统的化石能源前景看好 两个星期以前美孚石油公司收购了 先锋能源公司规模600亿美元 这使得美孚成为美国页岩油行业的主导力量 贵安娜几年来也发现了不少油田 现在每天在近海油田日产40万桶 而且还有8个油田项目在开发中 收购完成以后 赫斯公司总经理约翰·赫斯 将加入雪佛龙的董事会 一年一度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举行 这个大会被戏称为沙漠中的达沃斯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公共投资基金的总裁 鲁马亚安发言说 政府和私营部门将减少开支和投资 高利率环境引发了重大且不可预测的干扰 全球财政领袖所出席的这个星期的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目的是要跟沙特最大的一些公司 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且沙特主权基金规模庞大 超过了7700亿美元 沙特正在进行改革 以摆脱对石油的经济依赖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 世界银行行长班加说 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构成了对世界经济重大的威胁 这个星期在柏林的乌克兰投资论坛上 德国总理肖兹表态 要为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铺平道路 具体目标是在年底前 为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努力奠定基础 乌克兰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作为申请人 乌克兰已经有资格获得一些捐赠 在这个基础上 德国会努力整合更多的捐赠贷款 私人和政府投资 肖兹说 现在投资乌克兰的人 都是在为未来的欧盟成员国投资 将成为欧盟法律秩序和市场的一部分 虽然乌克兰还处于战争当中 但是已经有超过2000家德国企业 在乌克兰开展业务 德国汽车业在乌克兰有35000名员工 柏林将于明年6月 主办一次乌克兰重建会议 加州政府宣布说 立即暂停了通用汽车旗下的Cruise自动驾驶汽车的部署和无人驾驶测试许可 但有司机坐在车里的自动驾驶测试不受影响 监管部门解释说 当存在对公共安全的不合理风险时 汽车管理局可以立即暂停或吊销许可证 通用汽车在旧金山试行他们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由于发生车祸 一辆Cruise自动驾驶汽车撞上了一辆救护车 8月份的时候 加州政府开始调查 并要求正在测试的无人汽车数量减半 这个星期正式吊销了试车执照 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感谢您继续收看 一周经济回顾 我是东方 彭博新闻报道 星期三 碧桂园的美元债务正式违约 没有能在宽限期内支付的债捐利息 债务爆雷了 上星期碧桂园应该支付1500万美元的利息 过了宽限期并没有支付 按照债券合同的标准 不支付利息将触发其他碧桂园债务的交叉违约 碧桂园拥有近11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 一旦违约 碧桂园必须跟债主们进行债务重组的谈判 包括加州 纽约在内的美国33个州政府都在起诉脸书母公司 Meta平台 指控Instagram社交媒体平台让人上瘾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 在诉状中 这些州政府指控Meta平台多次误导公众有关其平台的危险 并故意诱使年幼儿童和青少年使用并上瘾 有研究证明 青少年长期使用Meta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后会产生抑郁焦虑失眠 还会出现干扰教育和日常生活以及许多其他的负面结果 诉状中提到Meta已经运用了强大和前所未有的技术来吸引 让青少年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最终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其动机是盈利 企业向来喜欢吸引年轻人 虽然年轻人消费能力不足 但是一来他们能引领趋势 一旦用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巩固品牌忠诚度 二来是因为年轻人容易受影响 如果能把年轻人吸引在脸书、Instagram 那就能吸引广告商 除了33个提起诉讼的州以外 星期二 另外有8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 也对Meta提起了类似的诉讼 加起来就有42个 集体对Meta采取行动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短暂的地面攻击 郭台铭隐身 韩国发生牛群节节性皮肤病疫情 巴基斯坦航班取消 因为燃油不够 环球90秒 90秒环球新闻 以色列 秦吉斯 以色列陆军在加沙北部发起进攻 袭击了多个目标之后又迅速撤回 视频显示推土机和坦克余罐而入 坦克向一排受损的建筑物附近发射炮弹 欧美和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暂缓地面进攻 允许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以色列也在评估地面进攻的实施手段 台湾 虽然郭台铭早在四年前 就已经从鸿海集团及旗下的富士康管理层退休 但是北京针对富士康的打击行动 还是造成郭台铭这个星期隐身 他上星期天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以后 取消了星期一的活动 而且星期二和星期三也没有安排任何公开的行程 韩国 韩国发生牛群节节性皮肤病疫情 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已经确认有29例新病例 韩国计划启动全国性的疫苗接种活动控制疫情 当局正在与国内外公司进行磋商 在月底之前获得400万剂的疫苗 足以为全国所有的牛接种 在过去两个星期以内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349个航班 因为燃油短缺 航空公司和巴基斯坦国家石油公司PSO 因为付款问题陷入争端 PSO不再提供信贷额度 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每天必须预付购买燃油的款项 日本移动设备展销会在东京举行 除了电动汽车以外 自动轮椅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这是在本田展台上的设备叫做Uni-One 坐在上面可以在展厅内随意的移动 用身体重心控制设备向哪里移动 Uni-One主要用于试外 主要面向提供移动共享服务的公司 本田计划在2025年开始向企业销售这款设备 林木的展台也有移动设备 是一个有四条腿的电动滑板车 叫做MOQBA 展厅里当然有不少电动车 除了日产丰田和三菱等老牌车厂 展出的概念电动汽车外 Affila也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新车 Affila是本田和索尼的合资企业 他们的概念电动车很有高级感 一表盘就是一个大屏幕娱乐板块 跟智能手机无缝连接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有反馈和看法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记电子邮件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